老太太的确病了蹊跷 自下午肚中剧痛 呕吐腹腹腺 生的时候是抽出 好像是生病 是吗 每个剑 不像是病 两种 大娘子手下的人 去圣安堂 讨要剩下的 说大枝想要吃 亏了房妈妈 觉得祖母实在吃得太少 怕她回头又要吃 便谎称吃完了 这才将那些留了下来 真是好心机 好算计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也这么看着我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刚出那么多人还夸你 说你天不亮 就让人去给老太太 买糕点笑去吗 你还想推出什么呀 快说 你现在又想将这件事 大事化小 脚事化了了 不是 养着这些女儿 真是有能态 让她武力生父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我早就想明白了 从今夜以后 就算您不认我了 就算我将这全家 都得罪干净了 将来再也无娘家刻意 什么尊贵荣耀 什么官人告密 我全都不要了 我就要一个公道 你还想怎么处置 你要了你的姨母的命呢 爹爹 您放心 女儿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我会把人提到外头去杀 什么 这 你怎么那么乖巧的一个孩子 你怎么现在 你能够就是大大杀杀 跟个夜差一样 我就是不甘心 怎么都撑不过刘妈妈 初遥蒙了心 我才会答应她 陈小姐 陈小姐 你刚才我照顾您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吧 达娘 你是个贱人 除了刘妈妈 是我陪加过来的 这满屋子的人 我对你是最好的 这么吃里扒外 居然蹂见我 这个贱人胡说八道 他是在盼灭我 手脚都背好了吗 都背好了 把这位娘子先带下去 好好看管 好好搜身 可千万别让她自己 伤了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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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